迷茫的人生 正信的法门 接下来师父给大家讲 你到底学哪个法门 你到底想学什么 如果想辨别你学什么法门 这个宗派好不好 首先有赖于你自己的善根和你的福德 有福的人 有善根的人 才会碰到心灵法门 师父现在教你们在家修行 既可以照顾家庭 又可以修行 将来还可以上西方极乐世界或四圣道 这是多么好的法门啊 其实 人很可怜的 一个人想不通就会很难过 因为你们一迷惑颠倒 碰到很多事情 就会想不通就难过了 其实我们活在人间 有什么想不开的 师父一直跟你们说 放下 放下 放不下的 要用观世音菩萨的力量 帮你们放下 第二 要因缘具足 就是说 你们和师父要有这个因缘 很多人会梦到师父 很多人看到师父会哭 还有人看到师父很亲切 这些都叫缘分 要结善缘 师父讲的是有礼有结 有钱有身 佛法就在人间啊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有赖于菩萨的加持 今天你们能够找到师父 你为什么会觉得好 第一 你们有福德 第二 你们有善根 很善良 第三 因缘 你们跟师父有这个缘分 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要有菩萨的加持 就会有善缘 菩萨加持有两种 一种是跪在那里 求观世音菩萨加持 念经 修心 还有一种 你们现在已经受到了 就是师父的加持 你们要知道 你们现在所有在这里的人 红的是正法 旧的 是有缘众生 你们学佛要有毅力 你们就是都不陪我去美国弘法 师父一个人也可以坐飞机去的 这就是坚定的意志 当年唐僧去西天取经 苦不苦啊 见真和尚东渡日本 苦不苦啊 哪有一个菩萨下来救人不苦的 哪有碰到一点事情就退缩的呢 佛门之中没有取舍 什么意思 你们这些都是学佛的人 我们在学佛当中 师父是没有取舍的 师父没有说 你特别好 把你请进来 说你特别不好 把你赶出去 是你自己把自己赶出去的 菩萨对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慈悲 这么关心你们 爱护你们 你说 你今天不来拜佛了 是观世音菩萨把你舍掉的 还是你自己不来了 菩萨经常点话我们 只不过你们接受不到 当一个法门传来之后 虽然你过去学了其他的法门 你也应该用自己的智慧 来判断新的法门 要用自己已经修学得到的方法 来问菩萨 比如说 观世音菩萨如果要救这个人 虽然你已经进了某个法门 一定会由这个法门的菩萨 来帮助你 来托梦给你 给你这个缘来认识新法门 师父告诉你们 很多人 包括西方教的人 都是这样的 一位女天主教徒 梦见师父像基督一样在救她 实际上 真正专一学习一个法门的人 菩萨会帮你的 举个例子 家庭医生帮你看病的时候 你已经是这个医生的病人 现在有了一个专科医生出来了 或者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出来了 这个家庭医生 就会把你介绍到专科医生那里去 他不会嫉妒专科医生的 师父是医生 是来救人的 他也是医生啊 他也救人 你是他的病人 他不舍得你生病 当然 他会把你介绍给专科医生 你虽然求过另外一个法门 其实 任何法门都是一个目的 都是救度众生的 你一定会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法门 如果你找到师父 也是你的菩萨把你介绍过来的 你要谢谢你的菩萨 师父前几天 见了几个其他法门的住持 他们听见师父 讲了之后都点头称是 后来 个个答应念经了 他们也有菩萨的 他们的菩萨 为什么让他们找到师父啊 明白了吗 要找啊 要发现啊 不要舍弃 要勇往直前 如果是已经跟着师父 在修心学佛的人 如果你已经得到了法喜 就是你受益了 你就应该坚持 因为你已经得到法喜了 你已经灵验过了 修心 要有很大的耐心 如果没有耐心 就不能成就 如果一个人 能定得下来 必须要有耐心 要有忍耐心 如果没有忍耐 你就进不了 另一层的境界 就是说 你不能再往上 修心的人 一定要学会忍耐 没有耐心 就不能成就 而且耐心 是精进的预备 也就是说 耐心 就像梯子一样 是一层一层 往上走的预备境 有忍耐 才能谈得上精进 没有忍耐的人 连精进都谈不上 我不行了 我受不了了 我火气压不住了 压不住就是不好 因为一股气压不住的时候 就会伤身体啊 大家不要生气 生气很伤身体的 师父叫你们不要生气 很多人 接触容易生气的人 自己就会经常生气 就像 看精神病的医生 最后自己 也成了精神病患者 师父教大家三条路 这三条路 让你们多开开智慧 第一条路 是思索之路 如果一个人 想有智慧的话 多想 少讲 多思索 这是最崇高的路 第二条路 是模仿之路 这个人 这个人学佛 是这样的 我模仿模仿他 也能成功 这是最容易的 开智慧之路 还有一条 是经验之路 如果你想 开智慧的话 经验之路 是一条最艰苦的路 因为你用自己的经验 来学佛 来开智慧 这是最傻的 单单凭经验 很累人 要用智慧 比如 你今天走这条路 被人抢了 你明天 就走另外一条路 结果 又被人抢了 如果用模仿 或者思索的方式 你会想 这条路容易被抢 可能这个区域 都不安全 我以后 不要走这个区域了 换另外一个区域走 这就叫思索 智慧都在你们脑子里 你们就是挖不出来 师父现在 帮你们开智慧 所以 有很多困难啊 师父最后 跟大家说几句话 不须说而言 不要去说的事情 就不要去说 多说 就结怨 嘴巴说话 说得越多 越结冤丑 不当言而说 就是 不当说的话 你去说 就是瞎说 瞎说 就会惹祸 不该说的话 就别说 不该讲的话 就别讲 所有世界的环境 本来都是 闲而无视的 都是安静的 称之为 万静本闲 犹如这个大门一关 房间里很安静 能有什么事情啊 万静本闲 为人自闹 心弱不生 如果你的心 不生烦恼 就不去理解它 静自如如 环境 还是像过去一样 我的大毛病 是因为 我有这个身体 才会做出 很多不好的事情 称之为 五之大患 唯五又深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